有些父母會為他們在家所犯的錯穩藉口 他們說因為沒有一間學校會教他們怎樣做父母 事實上這樣的學校的確屯在 而且還可能是最好的 這間學校就叫做家庭 當我回想過去寄起一些和內子一起珍貴的時刻 當我和你們分享我的回憶時 你或是會記起你的經歷 無論開心或悲傷 我們都可以同中學習 第一,聖殿就是那個地方 當我完成傳道環鄉時 我遇到一個美麗的女青年 她有長長的刻法 一直到她的腰間 她有一對如蜜糖般的大眼睛 和一個動人的笑容 在我第一次遇到她時 已經被她深深吸引 來自一直有定立目標在聖殿結婚 雖然不是很久之前 但最近的聖殿都要飛6400公里才到達 我們的民族婚禮是悲喜交集的 因為俗世的婚姻是有期限 主婚人會宣讀 現在我宣布你們成為夫妻 但她跟著馬上就說 直到死亡為止 於是透過一些犧牲 我們儲了一筆錢 買了一張單程機票 去阿里桑那的美莎聖殿 在聖殿的祭壇前跪下 一個神所授權的伯仁宣讀 我們期待已久的話 就會宣布我們成為今世及全永恆的夫妻 有一個朋友帶我們去主一學 在聖會當中 他站起來把我們介紹給全班認識 當聖會結束時 有一位兄弟來跟我握手 手裡有一張二十元的美金 很快另一個兄弟走過來 出乎意料之外 他亦將一張美鈔放在我的手裡 我立即去對面房間找我的太太 和大聲說 布朗奇,與每一個人握手 很快我們便有足夠的錢 回去危地馬拉 在高榮榮耀中 有三層天滑等級 為了得到最高層 人必須進入聖職的借體制 第二 要開始爭奪最少 我太太其中一句格言 就是要開始爭奪最少有兩個人 而我永遠不會是其中一個 主很清楚地形容 直到我們與他人相處的時候 應該擁有的特質 就是勸絕、恆久忍耐、溫和、溫柔和不虛偽的愛 家庭暴力在某些社會當中已經逐漸搞笑 我們為此而感到高興 但是要消除精神上的虐待 我們仍然有一段距離 這種傷害會一直留在我們的腦海裡 令我們的性格受損 令我們在心裡種下憎恨的種子 損害我們的自尊 以及會令我們充滿恐懼 只是參與高榮婚姻的儀式並不足夠 我們必須在生活中活出高榮國度的標準 第三 會唱歌的孩子就是快樂的孩子 這是我的太太在時常說的另一句格言 舊主知道神聖音樂的重要性 經文講道 他們唱了詩 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主藉著先知若失的話 因為我的靈魂喜愛法治內心的歌唱 是的 異人的歌唱就是對我的祈禱 必有祝福加在他們頭上作為答覆 聽到小朋友在父母教導之下唱 我是神的孩子 是一件多麼令人感動的事 第四 我需要你的擁抱 我愛你 非常多謝你 以及原諒我 這些說話就好似我們靈魂的油膏 能夠使傷心變成快樂 他們會為困擾的靈魂帶來安慰 安慰 亦能將愛心帶進我們的心中 我還記得在過去的日子 我們會記情信 會取起碎銀去打電 去電話廳打電話給我們心愛的人 我們還會用白紙去寫情詩 在今天 這些溝通方式就好像歷史文物一樣 今時今日的科技 令我們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 要發一個表達愛意和感謝的短訊 是多麼容易的事 年輕人經常這樣做 我很想知道當一個家庭建立之後 這些美好的舉動能否延續下去 我妻子最近發給我的一個短訊是這樣的 一個擁抱讓人置身天堂 一個親吻讓人有如玉日 一個夜晚如同苟結月亮 願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愛你 當我收到這個短訊的時候 我無法不覺得我是身處天堂 我們的天父在表達愛方面是一個完美的榜樣 當她介紹她的兒子的時候 她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第五 我愛摩爾門經和我的救主耶穌基督 當我見到我妻子每天 讀摩爾門經的時候 我都會很感動 當她讀到見證 救主陳世事命的經文的時候 我可以從她喜悅的面容 感受到她的見證 救主的話是多麼銳致 你們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榮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受到這段經文的啟發 我和剛剛學著閱讀的外孫女拉斐爾說 你會怎樣去定立一個目標去研讀摩爾門經呢 她說 功功很難啊 這本書這麼厚 然後我叫她讀一頁給我聽 我拿了一個計時器出來和她計時 我說 你只是用了三分鐘 而西班牙版的摩爾門經有642頁 所以你只需要用一千九百二十六分鐘 這樣只會令她更加感到驚嚇 所以我把那個數除了六十分鐘 然後跟她說 你只需要三十二個小時就可以看完 即是少於一日半就不用了 她跟著跟我說 很簡單啊 公公 最後 拉斐爾和她的弟弟 埃斯特曼 和我 其他的孫子女花了一日半更長的時間去完成 因為研讀這本書是需要藉著前進 祈禱和尋師 當我們學習經文而歡樂的時候 我們應該好像詩篇般歡呼 你的言語在我上課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更比蜜更甜 第六 只是認識經文不足夠 我們需要實踐經文 我記得當我傳道還鄉的時候 我一直勤奮研讀經文 我認為我已經對經文尿如指掌 在我和布蘭其交往的期間 我們會一起研讀經文 我用很多我的筆記和索印 去和祂分享我對福音的知識 當我們結婚之後 在祂身上學到偉大的一課就是 我嘗試去教導祂福音 而祂教導我如何實踐福音 當舊主總結山上寶份的時候 祂給世人這項銳志的忠谷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 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盆石上 這些實踐經文所教導的高榮原則的人 會為受苦的人帶來安慰 他們會為沮喪的人帶來歡樂 為迷失的人帶來指引 為失落的人帶來平安 為尋求真理的人帶來確切的指引 總結來說聖殿就是那個地方 要開始爭鬥最少有兩個人 我不會是其中一個 會唱歌的孩子就是快樂的孩子 我需要你的擁抱 第五,我愛摩爾門經和我的救主耶穌基督 第六,只是知道經文並不足夠 我們需要實踐經文 很多這些寶貴的教訓 都是在家庭中學習到的 家庭是可以成為人間的天堂 我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和天父的計劃 能夠為我們今生提供一個明確的方向 和帶給我們永生的 應許奉耶穌基督的命 阿門